這次的作品是空氣小屋 那就是最近的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 然後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短期之內無法改善的方向 就是不要讓自己暴露在危險的地中 然後這變得很重要 就是我們想說藉由感測器來實現環境的監測 讓社會大眾可以支持核資環境的資訊 並事先去預防或應對 所以我們這次的作品是用 微控刺激結合PA2.5的感測器 還有無視錄感測器跟光感測器 完成這次的空氣小屋 那我們也利用現有的MCS器材 完成資料上面的傳輸與顯示 然後我們最後有一個自製的室內觀測器 就可以顯示在一個OLED的螢幕上面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程式的部分 這個就是用一個Portuno的一個程式所寫的 那它裡面的晶片就是用LINKING的晶片去做的這樣 那現在我們看到有一個這個就是 PSS003的模組 那這個模組主要是說 它可以接受外面的粉層粒子 然後吸進去之後 它裡面有風扇 吸進去之後它會去分析現在的PM2.5多少 那這裡還有一個光感測器 就是假設如果燈光暗掉的時候 它就會亮 好現在看到就是我用手把它蓋起來之後 就是燈光也有亮了 好那接下來給大家看手機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用手機去監控它現在的數字這樣 就是可以傳送到手機 藍牙這個我們有一個藍牙模組 傳送到手機裡面 那可以看到有溫度、濕度 還有它的光感應跟PM2.5的數字這樣 那也有一個就是燈光控制的系統 那我們把這個開關打開之後 那空氣小二的LED就會亮 這個就是藍牙模組然後傳到手機裡面 就可以用手機去即時監控這個模組 那這個智慧開關的方式就是結合智慧甲點的部分 應用在空氣小屋上面 好那就是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也可以傳到就是網路上 它網路上也有機時監控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就點一下測試裝置 就可以把空氣小屋上面有一個的數據 同步顯示在螢幕上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監控的方式去看 請就結束了 在另外一條目中 你 reborn看 veio因為很 werde的 就是要一直是限 pa 你做在行得裏 然後你選擇